下一个 师父他不会讲会听 1946年属狗的他的姐姐女的 想问身上有没有灵性 1946年属狗的女的他的姐姐 他姐姐已经出毛病了 他姐姐精神上已经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你姐姐精神上是忧郁症 明白吗 精神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整天嘴巴里一个人乱讲话 老有人跟他讲话 你听得懂吗 对不对啦 对 但是他不可以讲话了 现在 他跟有人跟他讲话 那个就是鬼啊 听不懂啊 是见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 你的姐姐 现在我看他图腾 不是一个人跟他讲话 是两个人 而且一般的都是晚上跟他讲话 所以你的姐姐姐晚上睡觉睡不好 对不对啊 对 怎么我们纽约的朋友讲话都这么轻啊 对 那么太大开心了 继续讲很多 对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姐姐姐身上的灵性还到你身上去 明白了吗 所以经常他突然之间发无名火 你也跟着发无名火 对不对呀 对 好啦 还有 我告诉你 你要叫你姐姐记住 你现在 你的姐姐必须要念经 你也要帮他念经 否则的话 他 一个灵性老在你们家里转 这个灵性经常在你们的房顶上 你晚上经常会听到房顶上有声音 对不对 对 我可以告诉你们 鬼在自己家里 你们都不知道的 就是突然之间回到家 就很不开心 就想发脾气 好好的 突然之间发脾气 人家就是鬼缠身呀 所以大家以事后 不要随便发脾气 发脾气的时候先念经 如果一念经之后不发了 就没了 如果一念经之后还发 那是神经病 好啦 师父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他给他姐姐要念700张 还要放5000条鱼 他自己也要 每天要念礼佛 要念三遍到五遍 你告诉他 他跟他姐姐两个人缘分 很深 明白了吗 你虽然对你姐姐不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欠你姐姐很多 所以你不会离开他的 一直会照顾他的 你知道他前世是你谁吗 想知道吗 想知道是吧 是 是你老婆啊 是吗 雷黑老公啊 雷黑老公啊 你们所以这辈子两个人就相互照顾了 听得懂吗 好了 你叫他念经啊 一定要念经的 念礼佛会好的 像看看这种病啊 台长 看看这种神经病啊 忧郁症啊 恐惧症啊 小菜一碟 你们只要配合我念经 很快就好了 对吧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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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